大家好,欢迎来到YouEconomy 本周呢,中国政府决定了有必要减少对出口的依赖 同时呢,要扩大中国的内需 2011年,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额达到50% 同时呢,家庭消费仅为35% 好,在像2011年到2012年过渡的过程中 中国政府面临的考验仍然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人民币的稳定问题 第二是对通胀的控制 第三是对房产价格的调控 根据一项调查,我们发现 中国消费者对未来收入预计比去年更为乐观 这种信心支撑着他们的购买行为 这项调查显示58%的被访者预计其收入下一年会增长 而这个比例呢,在美国是34% 在英国仅为22% 本期话题是关于国民收入 居民消费等问题 我们知道2011年 意大利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同时呢,在中国消费者对日益增长的物价呢 也感到很大的压力 但是呢,中国消费者对消费仍很积极 谢谢收听,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,请不吝点赞,请不吝点赞 今天遇到的烪我 建设你 予生争 ин sabes 印钰 海盘 书 争承 予生争 争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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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% 至 以上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